黄斑部病变恶化的速度很快 两年内如果没有积极治疗 九成的患者 势力会达到法定失明的标准 过去因为没有适当的治疗方式 黄斑部被称为眼科最后的禁地 黄斑部一旦病变 医师往往束手无策 然而近几年 随着各种治疗方式的进展 不同药物的发明 不同理论基准的研究 使得以往冷门的禁地 成为眼科的热门话题 随时都有新的研究报告发表 新的治疗观念产生 因为现在人的平均说明越来越长 所以像我们台湾 几乎已经平均快要到80岁了 但是大概55岁以上的病人 就有可能会产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 通常都是比如说看东西会模糊 中间的地方看东西会模糊 或是会扭曲 甚至中间的地方完全看不到 甚至人的五官都没有办法辨别 我们的辨射理会下降 红绿灯都看不清楚 所以这个盛行率在我们台湾大概有 严重的话 大概有一帕左右的病人会产生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它的比例会慢慢的升高 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有一个药 我们叫做新生血管抑制剂 那我们只要使用这个新生血管抑制剂 大概可以让80%的病人 他的视力稳定 而且视力可以增加 所以目前那个私性的老年性黄斑部病 是有部分可以治疗的 所以如果说有刚才我讲那些症状的话 应该要积极地寻找专科医师 然后寻找积极的治疗 而且有部分肩膀有给付 50岁以上的民众应该定期到眼科 进行眼底相关检查 并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检视眼睛健康 不过千万不要对视力变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自己陷于失明危机 法界新闻记者赖玉荣台北采访报导